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704章 长治久安 《明朝败家子》第704章 长治久安 事实胜于雄变 老祖宗们还都是执手打理很讲道理的 王庆元奉命前去和家属们沟通 家属们纷纷表示没有关系 他们不打算闹了 并且表示只要西山愿意重新下葬 另外赔偿五百两银子就此作罢 财博固然动人心 可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嘛 以至于王庆元不一样 拿着等吃的金子非要塞给家居们不可 家居们几乎要和王庆元扭打起来 死都不肯收 看不起人是不是 我们是恶心的人嘛 我们是来讲道理的 现在道理讲通了 要什么银子呀 我们是缺银子的人吗 我们缺的是命啊 众人一哄而散 王庆元只好带着银子回来复命 王庆元将银子小心翼翼地放好 少爷 他们不肯收啊 方济凡不由感慨 不安这个小子 说人人皆摇顺 看来这话是有理啊 人只要有良知 天下方才能和谐 可惜不是这小子是死是活 他若活着 我便绣书给他 叫他知道 今日这些刁民啊 不 这些良善百姓 如何地同情大利啊 王庆元深深地看着方济凡 他 哎 他习惯 所以王庆元面无表情 一副爱谁谁的样子 还有 将苏月那个小子 给本少爷找来 这家伙 信给我添乱 苏月脸色苍白 一见到师公 身子便矮了一剑 匆匆拜下 说 见过师公 方济凡 静描淡写的 看了苏月一眼 你做这等事 还有良心吗 平时教授你读的书 都进狗肚子里了 孔娘养的东西 师公的学问 你没学到几成 师公的品格 你又学去了几分 大半夜的 你就挖人坟 你就不怕上天海里啊 苏月说 学生没想到 这一次会被人逮着 方济凡 虎去一阵 卧槽 你到底偷过多少啊 七八句吧 苏月要哭了 可怜巴巴的样子 方济凡 不禁磨牙 偷东西都会被带 瞧瞧你这出息 为师若是去偷 断不似你这般 学生万死 方济凡 心平气和地说 你偷这些做什么呀 苏月说 学生想了解身体的构造 那为何偷这么多剧 苏月说 第一是不能放久了 还得还回去 给人重新埋了 这第二是学生发现 每一个人死时 身体的构造 都有所不同 这心肝脾肺 因而再结合他们的死因 方才知道 原来肺老死了 肺部和正常人有所区别 还有的人 是干部肿大而死 学生 方济凡 抚摸自己额头 你这样做 会坏师公的名声的呀 师公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学生再不看了 苏月说 学生顺道 还可以学医学手术 如何开膛破肚 原来也有许多的血纹 还有缝制皮肤 方济凡说 以后不可再投了 你要这东西啊 和师公说 师公给你下一个条子 你去诏域 他们若是有死囚 会提前支回你的 是 方济凡突然想起了 这医学院里 还有谁跟你一起去的 苏月说 医学院有37人 我们是轮流去的 感情质贼窝呀 方济凡忍不住说 那么 你们研究出来了什么 没有啊 我们织了一幅 人体构造图 还有筋脉和血管的图纸 不止如此 原来 从前的许多因素 不太通 人的身体病了 这身体内部 势必会有征兆 只是 有的明显 有的不明显罢了 方济凡回回手 喂 苏月得知 师公愿意给医学院 供应新鲜的身手 一时吸引不测生 他忙着坐衣 想要开溜 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 师公 前几日 有个装户 不幸断了手 学生们试着 用手术的方法 将他的手指 接了回去 想看看能否有用 可是 他一脸苦笑 这手指是切回去了 伤口也勉强好了 可是他的手指 还是残了 没力 这怎么回事啊 方济凡说 这接手指 哪里有这么容易 你以为这是缝一缝就可以吗 这手指之中 牵涉到的 何止是关节和骨肉 还有肌腱 有血管 有神经 有的需要缝合 有的地方 就需要对接稳妥 便和时期再生修复 哦 苏月遗憾地说 要是再有人 断了纸就好了 学生可以先观察一下创口 看看神经 肌腱 血管 到底是什么样子 滚 苏月不敢再说了 正带要走 方济凡说 回来 方济凡笑阴阴地看着苏月 说 其实 你们可以拿兔子连连手吗 苏月恍然大悟 明白了 方济凡摇摇头 苏月这些人 显然已经疯了 医学院 给一群人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这是一个 旷古未有的领域 只有在传说中 那扁曲和话陀这般的神医 才出现过的治疗方法 可即便如此 这些神乎奇迹的医学领域 老祖宗们没有留存下一丁点讯息 现在 在这一片领域里 以苏月为首的一批人 宛如一群婴儿 对于一切都是好奇的 在这等巨大的好奇心之下 开始产生了某种偏执 想想看 一群动不动 给人身体放血鲜肉的家伙们 还会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鬼怪吗 他们只知道 原来这样可以治病救人 人死如灯灭 不着连死人来研究 心里难受啊 倒是诸后赵 兴冲冲的来了 老佛老王 听说美话 苏月这些家伙 他们给人接断纸了 方几帆奇怪的看着他 殿下竟也知道了 当然了 诸后赵兴志勃勃的说 这些家伙 好不容易有人断了手指 居然不叫本宫 狗一样的东西 哼哼唧唧了一阵 这方才坐着 口里念念有词 刘姐 算了他不成 他还得给本宫端茶倒水 张勇 古大用 马永成 邱俊 对 就是他 邱俊 本宫看他趁 是他身子好 方几帆一脸懵逼 啥 殿下 你不要做冲动的事情 主后赵 却连茶都没喝一口 一溜烟的就跑了 暖阁 欧阳志 赵丽 又到戴照房里当职了 他先要整理最近陛下的旨意 还有检查每一封即将发出去的赤明和诏书 包括了宫中对各部私下的条子 除此之外 还有将近近来内阁票拟以及奏书进行重新存档 最近要传抄出去的笛报也早有人送来了 欧阳志 许进行细心的和言 做完了这一切 陛下 李英已经在暖阁里和内阁大学士们议了事 欧阳志便动身前往暖阁 这戴照房的所有汉林 都忍不住羡慕地看着欧阳志 从前戴照房的汉林 是轮班式家的 可如今都被这欧阳志给包办了 欧阳志到了暖阁 却见洪志皇帝坐在暖阁里 低头看着奏书发呆 他悄无声息地站在一旁 其实平时的时候他没什么事情 自己神游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陛下要问起什么事情 他才回答 更多的时候是沉默 洪志皇帝一提着朱笔 拟了一份奏书 突然叹了口气 说 欧阳亲家 朕昨夜又是一宿为水 欧阳志说 陛下该注意身体 朕心心念念的还是交迟的事情 朕只控重蹈覆辙 使我大明不生气饶吻 这终究是朕的过失 朕该怪罪自己才是 欧阳志沉默了 没吭声 洪志皇帝就喜欢欧阳志这样的性格 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 绝大多数只是一个倾听者 洪志皇帝是天子 不需要有人假装聪明 在自己面前下笔笔 欧阳志则是他一个极好的倾诉对象 一方面 欧阳志是个极信得过的人 十分稳重 曾经哪怕说了什么 也不担心他传出去 另一方面也是事务繁重 精神压力太大了 有这么一个绝不轻易发表意见的倾诉对象 能排解洪志皇帝的忧虑 朕清早是去见了皇孙才来的 那个小子睡得正香 乖巧得很 朕看了他心里在想 将来朕要交给太子 交给皇孙一个什么样的江山呢 天下是祖宗给朕的 朕也将传给自己的儿孙 祖宗们创业艰难 这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那么朕是该栽树还是乘凉呢 朕要栽树 洪志皇帝斩钉截铁地说 朕不能将麻烦留给自己的儿孙 尤其是朕的孙儿 朕看着他熟睡的样子 竟是泪水止不住地想要落下来 他是朕的希望所在呀 这交纸一定要稳住 拿下来了 大明不站稳脚跟不成 这很难 其一是耗费钱了 其二是交纸人无法叫化 朕打算多花一些心思 在这交纸上 可如何才能让 满殿群臣知道朕的决心呢 如何才能让在交纸前线的将士们 受到鼓舞呢 洪志皇帝语气平静起来 说 他们都在看着朕 朕的一举一动都息息相关 朕要先认错 认了这个错 而后改弦更张 重新制定董治交纸的国策 朕要的是 一个长纸久安的交纸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四金 本号植者下山伊楽 本号植者下山 闧手房尼 妹 二位 婶 词